女生你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 我到底是应该做自己还是迎合它 这个问题永远答案只有一个 做自己 其实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你只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 痛下决心而已 我相信你周围的朋友肯定也跟你说过 一定要做自己 你只有做了自己 你才有机会去赢得它和未来 否则的话 我觉得一切都是空中阁楼 你今天在这抱怨 他不够爱你 不够重视你 你那么卑微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你永远你的一生都是在说这个话 所以我想可能 这不仅仅是你和他的问题 是所有人在爱情当中 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究竟是 拿出自己最本真的面目 来面对爱情 面对生活 还是说我为了它来改变自己 事实上这种改变是非常艰辛的 本性难移 你可能短时间为了迎合这份爱情 做了一定改变 但内心并不幸福和快乐 而且始终抱怨 这个其实是毁了你们之间的这种 最初相识的那种心动 心悸 包括幸福 所以我觉得无论你们之间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先做好自己 再谈未来 谢谢 谢谢